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博之解说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常常这个荧幕 可能就是卡了 当机了 那当机了怎么办 难道是关掉熄火重开吗 其实不用 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那就是呢 当我们按住这个音量键 它这是可以按的嘛 开关 开关嘛 那么按住 然后按下一手 一直按着 然后过个几秒钟之后 它就会自动重新启动 所以说其实不用熄火 不用熄火关掉 然后再重新启动这样子 基本上按 按住音量键的按钮 然后再按下一手 音量键按钮 然后搭配下一手 一直按着 大概过个五六秒 它就会自动 这个机器自动启动 这样就OK了 OK 好 所以这是面对这个 这个主机在当机的时候 最快的方法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订阅 以及分享 那包含观看其他相关内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也祝贵母亲节快乐